太好了 老师来了 不许跑 快说是谁化妆进学校了 老师 我没有 还不承认 我在教室里捡到了口红 就是有人化妆了 不好好学习 偷偷化妆 还不快点把你们的面具摘下来 老师 我是男孩子 我才不化妆呢 我刚才在教室看见比比东拿过这个口红 我觉得他化妆了 老师 我没有 我只是捡起口红看看 五六七他冤枉我 那你把面具摘下来 摘就摘 还说没有 就是你化妆涂口红了 老师 我这不是涂的口红 我是刚才是吃辣条辣的 把嘴唇辣肿了 什么 比比东 学校是禁止带零食的 你竟然偷偷带辣条进学校 糟了 说漏嘴了 老师 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哼 还下次 现在回去写一万字的检查 写不完不许进教室 不要啊 小五 你又为什么戴面具 快摘下来我看看 好吧 老师 老师 一定是小五化妆了 不然他怎么能又戴面具又戴口罩呢 嗯 小五把口罩也摘下来 好吧 小五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偷偷抹腮红了 不是的 老师 我感冒发烧了 怕传染给同学们 所以才把口罩面具都戴上了 哎呀 你快去医院吧 现在感冒的同学太多了 小伙伴们也要多注意身体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我可是男生 不行 所有人必须都检查后才能放学回家 快摘下面具 好吧 五六七 你脸上的红色印记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偷偷用口红在脸上画了 红色印记 哦 老师 我知道了 小强 你这只钢笔可真好看 那是 这是我妈妈特地给我买的音乐钢笔 还能发出音乐呢 你们听 五六七 你为什么搅我的钢笔快还给我 不还 我先玩几天 你别跑 你快停下来 小强大笨蛋 你是追不上我的 事情就是这样 我撞树上把脸撞肿了 所以才有红色印记 哼 一是抢同学东西 二是跟跑不注意安全不看路 回家也写一万字检讨 写不完不许进教室 不要啊 老师 我知道错了 还不快回去 亲人雪 现在就差你了 快摘下面具 老师 我能不能不摘面具 不行 不摘明天就叫家长来学校 不要啊 老师 我摘面具 但是你不要笑话我 咦 亲人雪 你脸上画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 小小年纪就化妆 还画的那么难看 不是的 老师 我这不是画上去的 同学们 这节魔法课要教大家的是变形魔法 首先是最简单的植物变形术 大家看好了 变形 哇 老师 你好厉害 好了 变形术的魔法咒语是 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记忆咒语 一会我来考察 哇 这只蝴蝶好漂亮 我好想变成这只小鸟 也飞到天上去 好了 时间到了 什么 这么快吗 糟了 我走神忘记记忆咒语了 唐三从你开始 好的 老师 变形 唐三不错 千人雪该你了 我 我 变形 千人雪 你是不是上课六号了 不然怎么能变失败呢 老师 我练习变形魔法失败了 所以才在脸上形成魔法印记的 千人雪 上课三心二意不注意听讲是不对的 回家也写一万字检查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了 咦 他们都没化妆 那这个口红是谁的呢 一定是别的同学的 我一定要找出来好好惩罚他 哎呀 我新买的口红怎么不见了 交变形术的时候掉出去了怎么就找不到了 好奇怪啊 我给狗狗书包里放字典 我讨厌字典 我不要 那我要 好 那我把字典给小兔子书包 我给小兔子书包里放游戏机 谢谢千人雪 我快要放满了 游戏机 我抢 那是我的 快把游戏机还回来 算了 我不打游戏 我要做个爱好学习的好书包 天 真会装 游戏打得好才是一百分呢 小兔子书包 我来给你放羊娃娃 我也喜欢羊娃娃 小青你凭什么给小兔子书包不给我 因为我喜欢小兔子 谢谢小青 不过在学校是不能玩羊娃娃的 呃 那我把羊娃娃给狗狗书包吧 我给狗狗书包里放棒棒糖 等等 学校不让带棒棒糖 狗狗书包你会被扣分的 哼 我才不听呢 你就是嫉妒我比你先装完吧 我没有 我给狗狗书包里放画板 哎呀 狗狗书包装满了 那就给小兔子书包吧 我给小兔子书包里放电话手表 不能放 学校不让带这个的 没事的 这又不是手机 放心好了 我来检查书包了 先看狗狗书包的 游戏机 羊娃娃 棒棒糖 全是学校的违禁品 零分零分 全部没收 真倒霉 这下书包里什么都没了 小兔子书包里有学校的违禁品吗 当然没有啦 乌婆婆你随便查 字典 画板 嗯 不错 挺爱学习的 一百分 等等 怎么还有电话手表呢 没收 乌婆婆 电话手表是可以带的啊 这个同学们都知道的 嗯 是吗 学校真的可以带电话手表吗 难道我真的误会小兔子书包了 难死啦 小五总是和我抢唐三哥哥 比比东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小五不再和我抢唐三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事成之后我给你数不尽的魂环吸收 太好了 看我的黑暗魔法 耶 这是魔法蝴蝶结 只要小五戴上 他就会变得非常讨厌之前喜欢的人 哟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我这就回去找小五 这孩子跑得也太快了 默默 蝴蝶结的魔法碰到小红心就会失效的 你一定要小心啊 小五妹妹 你快看 我给你带回来什么好东西 这个好看吧 我觉得你一定喜欢它 所以提前买来送给你到生日礼物 哇塞 这蝴蝶结也太漂亮了吧 谢谢默默 我好喜欢 我现在就带上看看 小五你带上这个蝴蝶结可真好看 是真的啊 那我以后就要一直带着 这样就可以一直美下去了 对对对 特别好看 小五默默 我来找你们玩了 原来是唐三哥哥呀 我和小五妹妹都等着你呢 嘿嘿 那我们今天出去喝奶茶吧 我请客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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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不想和唐三出去 他好丑啊 小五 我是你最喜欢的唐三哥哥呀 你出去 我才不喜欢你这个丑八怪呢 小五 你这是怎么了 小五 到 李比东 到 五六七 到 唐三 到 很好 大家都到了 今天老师有事 大家上自习 哎呀 我怎么突然肚子疼 我要去厕所 老师不在 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我要看手机 可是老师让我们上自习学习啊 小五 你也太乖了 我要睡会觉 嘿嘿嘿嘿 五六七 你在干什么 啊 老师你怎么回来了 五六七 你竟然上课时间看手机 不是的 老师 这个手机是唐三的 我看他不在 手机放在桌子上 所以好奇拿起来看看 对呀 我刚出去一会唐三就逃课 还敢带手机进教室 扣唐三两朵小红花 谁的小红花扣没了就马上回家叫家长 看你们谁上课时还敢做小动作 哎呀 这回老师应该不会回来了 刚才吓死我了 还好老师没发现我睡觉 我有点饿了 吃点东西吧 比比东 你在吃什么 啊 老师 你怎么总神出鬼没的 太吓人了 比比东 上课时吃零食 扣一朵小红花 不要啊 老师 我知道错了 白老师 来一下校长办公室 你们都认真学习 别被我抓到 你们做小动作 哇 老师去办公室 短时间内回不来 我要看会漫画书 什么 刚才是谁说漫画书 小五 你手里的是不是漫画书 太过分了 我还没走远 就挑衅我 不是老师 我这是语文书 不信你看 嗯 不错 小五在认真学习 奖励小五一朵小红花 你们谁能集齐五朵小红花 老师就送他一个惊喜大礼盒 我现在去办公室 哎呀 肚子终于不疼了 以后再也不吃隔夜的烤肠了 咦 我的小红花怎么变成一朵了 五六七 你知道我的小红花怎么不见了吗 我 我不知道 我看漫画书 没注意 这可奇怪啊 唐三 你逃课这么久 回来还说话打扰别的同学 再扣一朵小红花 唐三 你现在没有小红花了 给我出去 明天叫家长到学校 要啊 老师 我没做什么呀 怎么就叫家长了 快出去 还有你 五六七 我说刚才是谁说看漫画呢 还冤枉了小五 原来是你偷偷看漫画 扣你一朵小红花 真倒霉 都怪唐三和我说话 不然老师一定抓不到我 是啊 五六七 你也太笨了 你看我就这样睡觉 老师就是发现不了我 哼 这次老师一定会注意你的 老师刚抽查我一次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抽查我了 我玩坏游戏机吧 嘿嘿嘿 五六七 你上次习挺忙啊 手机漫画游戏机 样样没落下 扣你一朵小红花 明天叫家长过来 快出去 小五 比比东 你们俩要好好学习 老师 我知道了 老师 我知道了 哎呀 昨天玩游戏玩得太晚了 我还要再睡一会 咦 比比东 你去干什么 比比东 你不好好上自习 来回走什么 嗯? 比比东 你醒醒 啊 老师 我怎么在这儿 好一个比比东 上课不但睡觉还梦游 扣一朵小红花 不要了 老师 还不快回到座位上去 知道了 老师 哎 不能再睡了 不然再梦游 老师就要叫家长了 我还是玩会游戏提提神呗 比比东 你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玩手机 没有啊 老师 难道是我眼花了 你和小五都要好好学习 老师是发现不了我的 这个游戏真好玩 好一个比比东 还敢说没玩游戏 手机在哪呢 快拿出来 老师 我在看书呢 你看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 比比东到底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玩游戏 按雪糕数量放假 有几只雪糕就放几天价 哇塞 我有一百只小布丁 我能放一百天价了 哎呀 我只有五十只老冰棍 看来我只能放五十天价了 真倒霉 我只有一只雪糕 只能放一天价 坐罗大陆初心规定了 这次我们按雪糕的价格放假 大家听到了吗 现在你们算一下雪糕的价格 这次根据雪糕价格放假 哎呀 我放不到一百天价了 小布丁是五毛一只 一百只就超一一百 是五十块钱 阿七的雪糕金额是五十块 放假五十天 放假五十天也不错嘛 我回家玩去了 阿七 快把我的一百只小布丁还我 要是化了 我还怎么吃 什么 阿七 你居然用输精灵的小布丁来骗我 我宣布你的假期取消 明天继续来上课 真倒霉 依然没有假期 嘿嘿 还好我的雪糕都是自己买的 老冰棍一块钱一只 我有五十只 伙伴们 你们知道五十只老冰棍多少钱吗 不错 就是五十块钱 比比东 你算得没错 那你就还是放五十天价 太好了 终于可以玩了 东东 你的成绩太差了 姐姐给你报了补习班 有英语 奥数 钢琴 游泳和阅读 可要好好补课 争取下学期 全部都能考到 不是吧 要补这么多课 那我还怎么玩啊 小五 只剩下你了 你的雪糕多少钱 这个雪糕是如肉送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这样 那就算三块钱好了 老师吃过最贵的雪糕就是三块钱 给你放三天暑假 才放三天价啊 这也太少了吧 不行 老师 你不能给小五放三天价 熔熔 这是为什么呀 难道这只雪糕不值三块钱吗 不是的 老师 这只雪糕是我买到的雪糕刺客 价格很贵的 胡说 老师怎么没遇到过雪糕刺客 我看你就是来这里捣乱的 老师 真的有雪糕刺客 不信你问问伙伴们就知道了 快学我说话 快学我说话 呵呵 为什么要学你说话呀 我就不学 而且我很讨厌你 先任雪 你完蛋了 先任雪 你完蛋了 先做到有人没学小五 老师 完了 我的好雪儿怎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从现在开始 不觉我说话就会消失 从现在开始 不觉我说话就会消失 八八六十四 九九八十一 哎呀 小五 你怎么再被九九乘罚啊 阿琪 你忘了吗 赶紧去叫我说话 八八六十四 九九八十一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们想听哪个呢 那个 我们先听好消息吧 好消息是 你们不用再觉我说话 小五 这是真的吗 你不会再骗我们吧 我小五人见人爱 小朋友们喜欢我 而且还给我送花花 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你们都没学我说话 不是没有消失吗 小五 别再吹牛屁了 快给我说说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就是你们要学做我的动作 不然的话 你们懂的 嘿嘿 什么 要我比比东大魔王给你当猴耍 我不信 我绝不学你动作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我跳 我们也跳 既然做到有人能学习 消失 幸好我听了小雪的话 不然消失就是我们 好了 坏蛋比比东和千人诀都给打草了 我该看书学习了和去运动了 现在开始我干什么 你们就干什么 小五 你就放过我和阿七八 我们一搞学习 头都会疼了 睡在这里的乞丐是哪里来的 真的太臭了 你怎么了 还好吗 我给你这棵仙草 我希望你能好过来 前几天我受了重伤晕倒在海边 有位好心女孩送了我一棵仙草 我才慢慢好起来 万万没想到救的人是她 她的外表是如此的英俊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海神 之前被恶魔大鲨鱼攻击过受了重伤 还好这棵仙草恢复了我的法力 哇 看起来好强大的一样 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表示感谢 我想娶这位女孩作为妻子 并且带她飞向神界 真的太好了 如果我上了神界 修炼为神 以后我想怎么欺负史莱克的人就怎么欺负 我不想再隐瞒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那天救你的人是我 千日君你怎么能撒谎呢 很明显那天是我救了他 小五快闭嘴 平常喜欢撒谎的人是你 小伙伴现在不喜欢你了 你还到处撒谎 除非你的小伙伴们能给你这几种红色能量 听你们两个说都救了我 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海神真的是小五在说谎 不信可以问问小伙伴们 是不是小五救了他 认为是小五救的请发送小红心 认为是我千日君救的请发送666 海神你看小伙伴都认为是我救的 小五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难怪小伙伴们都不喜欢你 原来你是说谎经 千日君才真正是我的恩人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为什么小伙伴们都不相信我 除非小伙伴能给你多多的几种红色能量 为你证明我才会相信你 小伙伴们你愿意帮我吗 放假了我要去找朋友玩了 我头上的数字十是算数题的对应的答案 谁的算数题和我的数字十对应 那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千人雪你是我的数字朋友吗 小五你头上的是数字十 我头上的算数题是时间五等于几 我好像不是你的数字朋友 那你知道我的数字朋友是谁吗 让我好好想一想 时间五等于几呢 时间五等于五 你的数字朋友是五 小五你真厉害 一下就算出来了 那我先去找我的数字朋友了 荣荣你是我的数字朋友吗 你头上的算数题是十减一等于几 那答案应该是九 小五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我的数字朋友是九不是十呀 那我去找我的数字朋友了 荣荣你也不是我的数字朋友呀 那我的数字朋友到底在哪里呢 小五你怎么不开心呀 三哥我都找不到我的数字朋友 没人和我玩了 原来是这样啊 小五你快看看我头上的算数题 三加七等于几 三加七七加三 这道题有点难啊 三加七应该等于几 是不是等于九呀 啊 小五让你嫁给戴木白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 三哥我喜欢的是你 我做错了什么 你不要我了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唐三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小五嫁给我 你知道我喜欢的是竹青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五你必须和戴木白在一起 否则我会毁了我们的阵子 唐三你是疯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逼小五呢 五六七如果你喜欢小五 你可以和小五结婚 唐三我突然觉得你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个提议我很喜欢 三哥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这样做 既然你高兴我就嫁给五六七 小五别再哭了 现在我们要好好高兴的结婚 以后我会对你很好的 小五不要想唐三那个渣渣男了 唐三你真的敢来我们的五魂殿 嘿你为什么一个人来 千任雪这是我和你的事 不管镇上其他人的事 哼唐三你为了不牵连到小五和镇上其他人 你竟敢单独来五魂殿 这让你输硬了 哼我不这么认为 再见了小五 小伙伴们请发送这几种红色能量 告诉小五真相 叫他别伤心 并且发送多多的狗头 一起打败比比东 你不顾自己的安全想放大招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镇上每个人的安全 小五 小五 我是你三哥呀 别再睡了 快醒醒 可恶的比比东说 他给你喝了忘记水 你真的忘记我了吗 我的魂力被比比东封印了 他逼我一定要和他的女儿千任雪结婚 不然他就来吸取你的十万年魂环 我的魂环红色能量快要耗尽了 现在已经不是比比东的对手了 我只好先答应和千任雪结婚 带着剩下的一点魂力 来到你的梦里 希望能呼唤醒你 你说过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 只要你醒来 把我留在家里的浩天锤带给我 这样我就能打败比比东 还有你一定要向小伙伴们收集这几种红色能量和狗头保护自己 我的魂力快没了 我要走了 请记得来这个山洞来找我啊 头好痛啊 我刚梦到梦里那个英俊的男孩是谁 他还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可是为什么我想不起他是谁了呢 为什么一想到他说要和别人结婚我就心痛 我该怎么办 天啊 我好头疼呀 我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他是我唐三哥哥 小伙伴们请有多余的几种红色能量 送给三哥保住他的魂力 并且发送几个狗头给小五做保护 谢谢你们了 唐三哥哥等着我 我来救你了 母亲大人我明天真的会和唐三结婚吗 开心的我今晚都睡不着觉了 雪儿当然是真的了 走我们先去挑选婚纱吧 三哥快醒醒 小五就你来了 千任雪 请遵守小区的规章制度 晚上不能独自出门 我就要出去管天管地 还管到我千任雪头上了 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了 千任雪 你再这样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没有多强制 今天就非耶稣来了也留不住我 我说的 千任雪阿姨 天黑了不要独自出门 晚上路上会有坏人的 哪里来的小屁孩 哪里凉快哪待着去 阿姨你这样就不对了呀 老师教导我们不要独自出门 少和陌生人说话 小屁孩你管得着吗 我乐意 自己晚上出门走丢了怎么办 你对得起每天上班的爸爸妈妈吗 万一你走丢了 工作一天的爸爸妈妈会着急的 你就不能自觉一点吗 人虽小 不添乱 待在家里做贡献 千任雪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思想觉悟怎么还没有小孩高呢 也不知道脸魂 千任雪举起手来 暴力抗击管理秩序 带走 小可爱们觉得梧桐说的对的 就点亮小星星吧 千任雪晚上你还一个人出门吗 蓝色妖精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给你这些能量 你放过我吧 既然你知道错了 还给我了这些能量 我就原谅你吧 哎呀我的鱼尾巴怎么不见了 咦这里怎么有个兔耳朵 一定是偷走了我鱼尾的人落下的 小五是不是你拿走了我的鱼尾 我的鱼尾不见了 没有鱼尾我会失去魔法能力的 快把我的鱼尾还给我 冰美人鱼 不是我拿了你的鱼尾 是你冤枉我了 冰美人鱼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小五最懂事了 他是不会拿走你的鱼尾的 那就奇怪了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的鱼尾还在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 我的鱼尾就不见了 而且我还在我的房间 发现了这个兔耳朵 这个肯定是当时那个人拿走我鱼尾的时候 不小心落下的 整个史莱克小镇有兔耳朵的就只有小五 昨天晚上我的兔耳朵就不见了 我请熔熔过来就是帮我找兔耳朵的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这可怎么办啊 怎么才能找到我的鱼尾啊 兵美人鱼 小五 你们别着急 我们用魔法阵来看看 到底是谁动了你们的鱼尾和兔耳朵吧 小五你用红色能量 兵美人鱼用星星能量 我用狗头能量 咱们一起发动魔法阵 看看到底是谁拿走了鱼尾和兔耳朵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哎 别提了 我去星斗森林抓魂兽赚钱 现在的魂兽太厉害了 我竟然都打不过了 小雪以后没法给你买新衣服了 妈妈太没用了 妈妈你别着急 我听说兵美人鱼的魔法之所以那么厉害 是因为它的鱼尾 如果你有它的鱼尾 你也会和它一样厉害的 可是我要拿走它的鱼尾 会不会被它冻成冰块 妈妈你可以这样做 你先拿走小五的兔耳朵 然后再去拿兵美人鱼的鱼尾 记得把兔耳朵扔到兵美人鱼那 女儿你太聪明了 你看我把鱼尾拿回来了 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是我做的 原来是比比东干的 他先偷走了我的兔耳朵 又偷走了鱼尾 想诬陷我 我们赶快去找比比东 看我怎么教训他 冰美人鱼的鱼尾太强大了 现在没有魂兽是我的对手 我要是能永远拥有这个鱼尾就更好了 比比东果然是你拿走了我的鱼尾 小五 冰美人鱼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哼 小伙伴们都告诉我们了 比比东 你这样不经过别人同意 就拿走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小五 冰美人鱼 你们听我说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是太羡慕冰美人鱼强大的魔法了 真是对不起 你想拥有强大的魔法 我可以教你 你自己付出努力来练习 不能偷偷的窃取别人的东西 对不起 冰美人鱼 我这就把鱼尾还给你 三哥 小巫童 怎么连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谁在这里哭得这么伤心 是你吗 小五 你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欺负你了 不要跑呀 小五 小五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竹青 不要害怕 我是小五 是千任学把我伤成这样的 现在他假装成我的样子还住在我家 这个千任学实在太过分了 把小五伤成这样还住在小五你家 真可恶 唐三和小巫童都没有分辨出来吗 难道连唐三都不知道千任学是假的吗 是的 小巫童和三哥都说千任学是我 还说我是假的 更让我伤心的是 三哥竟然相信千任学的是真的我是假的 还让我赶紧走 不要再打扰他们家人的生活 竹青 我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人呀 你放心小五 我一定会帮你让千任学露出真面目的 让你重回到唐三身边 亲爱的小五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多余的这几种红色能量 让小五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还有丢给千任学多多 他害怕的狗头让他变回原型 让唐三早点知道真相 太谢谢你了 小五我们走现在就和你去找千任学 小五我们走现在就和你去找千任学